好 时代不同了 以前整形要遮遮掩掩 甚怕别人知道 现在大家都不怕告诉别人 她是人造美女 在台湾社会中 就有这么一个整形诊所所办的人造美女选拔赛 来参加的女生有很多 包括幼稚园老师还有护士 有人说一年花上十几万 把微整形干脆当作保养 穿着小热裤露出修长美腿 每个参赛者大方秀自己 这回选的可是人造美女 那这位有着水温汪大眼睛的小米 平时是幼稚园老师 下了班化身辣妹 一口气在脸部眼下都打了肉毒感菌 老师你的脸好像变得比较尖 就是跟刚来的时候不一样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 想试试看镭射龙子 45公斤了 够瘦了 但是小米捏着已经很细的大腿 下一步想整的就是这里 而这位Dora是位小护士 嫌自己鼻子她脸大 借由微整形找自信 就是让周围的人知道说你是微整形 我不太害怕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女性爱美当道的时候 微整形之后 真的就是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正面的话 或许我会考虑去直接整形 微整形效果好 还想整形大变身 也有已经是网路人气正妹的model 美还想要更美 而爱美不只是女生的权利 男生也爱得很 你知道真的整过之后就会上瘾耶 真的因为尤其你跟before跟after之后 你会差别很多 你会觉得很injure在那里面 微整形当道整过还想要再整 不少人造美女一年花在面子上的费用 十几万起跳很平常 整形不怕破光 更让人造美女成为另一种审美标准 中天新闻下旬程王一杰台北采访不到